部長陳時中在這個週末假日 終於動沒屌了 他把那個當初我們給WHO的電郵 拿出來唸 而且呢他又痛批唐德塞 其實很難得耶 這個部長其實很少罵人的 他痛批唐德塞 你不要內行人講外行話 還說這個不叫失職 什麼叫失職 我們當時就已經跟你講了 然後呢現在冒出來這個歧視的 這樣的一個事件 可是廣宗人當然應該緊張啊 開玩笑中國解封之後 武漢已經連三四天都零確診了耶 那廣州人覺得我們現在做這麼好 你們這些非洲人來破壞我們的疫情 他們有錯嗎 今天是因為你譚德塞 一直去附和習近平嘛 你還跑去這個北京見習近平 跟習近平握手稱讚他說他做得好 所以今天這個很多世界上人批評 譚德塞不是因為他是黑的 是因為他是紅的 這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嘛 結果他轉移焦點到我們台灣 而且來挑中台灣這個對象 為什麼我覺得他這樣挑這樣子 實在是非常的不入流 因為台灣就是唯一被WHO排擠的國家嘛 所以台灣被他這樣子抹黑之後呢 我們還沒有辦法在WHO裡面 為自己辯護耶 因為我們沒有代表耶 台灣的兩千三百五十萬人 在WHO裡面沒辦法為自己發聲 譚德塞挑了一個沒辦法為自己說話的對象 挑了台灣作為呢 他踐踏台灣來保全他自己 所以事實上 他試任這個世衛組織的總幹事嘛 我個人是認為說 他的試任性已經出現相當大的問題了 那中國現在在搞的東西很簡單啦 這是一張這個照片 這是什麼中國呢 弄了這個防護ER去德國 然後那上面寫說什麼 患難見真情 反正這句德文就是 Friends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就是在你有需要的時候幫助你才是朋友 通常一般來說啦 我們一般做人 如果說朋友家裡面有需要送禮去給他 我們是不求任何回報的 一般這才叫幫助嘛對不對 中國也搞了這個東西之後呢 中國是反過來說 你要謝謝我耶 最近德國有個報紙叫周日世界報 他就披露說 中國的外交官最近一直在德國 遊說德國的外交官說 你們要稱讚我們中國防疫做得很棒 好好笑喔 他捐了這個東西啦 你要稱讚我做善事喔 你要告訴全世界 他的外交官呢 在那邊就說 我們有這個喔 有捐喔 所以你們要稱讚我們防疫做得很棒 交換條件 這跟台灣是完全不一樣啦 你看我們台灣 這個捐的東西給人家之後 很顯然沒有跑去遊說人家嘛 所以才會發生說 總理夫人有點可能不知道狀況 然後在社群媒體上面 這樣子發言的情況 我們台灣才沒有跟你交換條件說 我東西給你你要感謝我 對啊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不一樣 台灣可以幫助我們可以幫助大家 但中國不是啊 中國什麼東西都要跟你交換 要嘛就是叫你用錢買 不然就是叫你講他好話 怎麼用錢買就算了還高價用錢買 對外是這樣啦 對內呢 對內搞洗腦 洗什麼腦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是中國的有一個媒體 叫做財新 財新其實算是中國裡面相對還比較自由派 這個財新為什麼要特別介紹他呢 因為呢最近呢他的網頁上出現了很多 您所這個要查看的頁面已經不存在或被刪除 為什麼 因為財新呢從疫情開始之後 他接連了有很多報導 都在揭露呢 中國引力疫情這件事情 財新的記者很多都是實地跑到武漢去調查 然後披露了相當多的資訊 包括說什麼呢 包括說當今年的一月份的時候 那個時候一月份 我們台灣早就已經高度懷疑 嚴重懷疑會人傳人了嘛 按照我們台灣的案例的話 最早從中國移入台灣的病例 最早是追溯到一月份嘛 可是在那個時候 中國一直矢口咬定說不會 一直到一月二十號之前都說不會喔 在當時呢 這個財新的記者就去跑去武漢採訪 他寫了這個筆記嘛 他在講說 他親眼看到喔 這個當醫生在討論疫情的時候 政治部門的官員來找這些醫生 然後說你們的政治敏感度不夠高 哦 怎麼這樣呢 結果我是一個政治人物對不對 那我跟這個林靜寅醫師 醫師在講說有疫情 我說你政治敏感度要提高一點 這什麼意思 怎麼可以講疫情呢 對啊就是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子亂講呢 因為上面沒有說人傳人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人傳人 笑死人了 這個財新的記者很多記者 他都把這種東西彙整出來報導 上面說沒有病毒就沒有病毒存在 對那結果報導出來之後呢 很快的哈 你所查詢的頁面已經不存在 或被刪除了 所以這是什麼 這是中國現在境內最大的問題 就在這裡 他的資訊從來都不透明 你想想看在台灣好了 你看每天有這麼多像唐湘龍啊 這麼多的這個名嘴一直評論政府 有時候可能講一些不正確的資訊 我們政府會不會強迫他下架 不會 我們在記者會上澄清嘛 他講他的啊 政府澄清的 中國不是搞這一套 不管你資訊是什麼 下架來說 所以人家還抓走了耶 很多中國人其實打從心裡 你很難相信 到底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嗎 像是我們說武漢已經沒有病 沒有確診了已經清零了 清零了好幾天了呢 但是最近就有記者去看啊 這個華南海鮮市場裡面 哇這感覺很像是在那個什麼 影集殷事錄裡面看到了 完全沒人為什麼 因為武漢人自己也不敢過去嘛 在這邊現在還是嚴密的封鎖 可是大家想從科學的角度來看好了 如果說你今天一個場所 已經徹底的消毒 已經經歷過一兩個月 對 你還懷疑他有傳染的風險的話 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難道今天這個武漢肺炎的病毒 可以經歷消毒之後 還存活著一兩個月嗎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現在這邊還是這麼戒備聲言 還是這樣 好是這個疫情還在這邊傳播一樣 對 還有包括中國本身的數據 現在中國的數據 我今天剛看了 他今天宣布說 全中國新增的病例40幾例 好像很少 全中國40幾例而已 比韓國還少哦 你看這個是莫名其妙的一個點嘛 那中國的網民他自己就在討論 廣州政府太無能了吧 全國就是廣州一個城市天天新增 其實我看他在留言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是這個所謂的曲線 中國的反串叫曲線 他不知道中國隨便改一改 就可以改成零了 他可能是在反串 也可能只是他是真心的啦 因為廣州還有新增而已 這個誰會相信 武漢都沒有啦 全部只剩下廣州 全世界都在這樣傳的時候 中國沒有新增的病例 這個在科學上是如何做到的 這個大家在疑惑嘛對不對 然後呢 再加上這個什麼 有人在講說 一天到晚說要復工復學啊 現在又來這個怪政府啊 然後又在講說什麼 哎呀希望無症狀感染者 也要像通報本土病例一樣 一試病例一向 把地區公示出來 這個呢 這一條呢 就是踩到中共的痛腳了嘛 因為中共根本沒有做普篩啊 所以他怎麼知道誰是 他無症狀感染者 之前通通不算啊 對像台灣是 哎發現一個感染者之後 把他周邊的人對不對 都隔離起來 甚至去檢測 所以我們有成功發現幾個沒症狀 然後過去公布的時候 有幾個是沒有症狀 是因為他是密切接觸者 去驗弄出來 可是中共呢 沒有他沒有公布 第一個他沒有公布 他的篩檢的數字 像是美國 現在按照美國民間自己的統計 全美的檢測數已經超過230萬 全美檢測到230萬 驗出8萬個 還在某一個比例之內 對 可是中國他說他只有8萬個 但是請問他總共檢測了多少個 對 總共檢測了多少個 就驗出8萬個 而且你看中國做到國外的試劑 這沒有講嘛 哪個可以信啊 包括美國都有智庫 去做了研究 這有個美國智庫 他用意大利的模型 因為意大利的資訊相對是比較透明的 對 他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然後有多少的病例啊 驗了多少都有發布出來 所以他用意大利的那個東西去套了一個模型 然後說如果按照意大利這個傳播的趨勢 自然傳播的趨勢去算武漢的話 他推測全中國其實有300萬人是感染的 其實這個數字算合理耶 但是中國他官方是8嘛 8嘛 8跟300的差距 所以到底有多少是無症狀的 隨著要復工要復學了 會不會不小心又在傳給這種高風險的族群 造成第二波疫情 如果這第二波疫情來的話 我相信肯定是這個又是循環啦 無限循環 就是先壓消息 不壓制疫情壓制消息 消息壓制到這個壓不住的時候 哇爆開來 然後呢再去推給其他國家 都是你這個意大利沒做好 伊朗沒做好 韓國沒做好 美國沒做好再推給其他國家 又要周俄復始來一次 那我們相信這個WHO 肯定沒有辦法糾正中國這種行為嘛 所以到目前為止啊 當然我們台灣做的算是還可以 可是我們真的要有一個覺悟啦 就是說防疫這件事情實在 目前我們是等不到別人來幫我們 對台灣可以幫別人啊 但是千萬不要期待說什麼之後 WHO會幫我們 因為基本上譚德塞 現在就是要拿台灣 作為他防疫不利的代罪羔羊 那我們所能做的呢 就是把我們自己保護好 至於幫助一些跟我們友好的國家 那希望說到未來呢 越來越多國家認清楚中國的真面目之後 台灣的國際組織裡面 可能就會有一個新的翻身的機會 而且我們說這個中國啊 沒有把這個無症狀的算在裡面 已經對他很客氣了 因為他之前為了清零 把那個重症的全部都已經趕出去了 所以這樣國家的數字能信嗎